一千兩百二十一次來自456個家庭 就所謂的家戶內感染 大概43% 疫情沒下降趨勢 家人互相傳染是主因 台北市長柯文哲要斬斷傳染鏈 這屬於叫悶燒醒 你在家裡吃飯的時候 各自打飯你知道 大家分開吃 不然就不同的時間吃 所以不要共餐 碗筷不要共用 家人間別圍起來吃大桌菜 因為從數據看 台北市5月30號 家戶感染從364戶956人 到6月2號已經有456戶1221人 顯示家庭感染率高 除了各自吃飯 輕症無症狀確診者 再改為全住境專責防疫旅館 對於年輕的防止你感染別人 對年老的防止你變壞 沒有人知道 有人說是不是在家裡全部戴口罩 我倒認為這個也不是很容易 坦白講 難道你晚上睡覺的時候也戴口罩嗎 不只台北 新北同樣加護感染多 加上每天確診人數都是全台最高 市長侯友宜在喊話 別再趴趴走 前幾天 指揮中心稍微說了一下說 疫情有稍微舒緩 我就看到市民們 真的聽了好消息 很開心 也忍不住 要出來走動走動 新北市沒有這個本錢 端午節也要搞了 担心大家悶壞了 端午連假往外跑 加護感染到時變成跨家庭傳染 所以不要去探親 不要拜訪朋友 不要參戲 不要忌諱 視信 代替面對面的問候 未來兩周是疫情關鍵 侯友宜要大家幫幫忙 做這件事 較緊張的這兩個班 我們再拚下去 公車上人幾人 完全無法保持社交距離 再看另一個角度 公車後座同樣人潮爆滿 這景象出現在疫情嚴峻的台北市 透過窗戶發現 這公車的路線 其中一站是這裡 我們回到照片上的公車站牌地點 就是在明泉龍這項路口 這邊有科技業也有金融業 確實上班人潮非常多 而且又因為公車的班距拉大 才出現公車上人潮爆滿的景象 原來是上下班的尖峰時刻 因為公車業者考量疫情影響 把各路公車從過去的班距 拉長了一倍多的時間 但完全忽略還有大部分的人 人必須搭公車上班 車太少只好全部擠上 上下班人數稍微多一點 但是還是比以前少一點 會不會擔心 這也沒辦法 所以這個我主張說 在尖峰時間上下班的時間 不應該來減班 對此公運處也坦承 班次少三成狀況下 班距調整卻忽略了尖峰時間 會在提醒公車業者 而同樣做調整的還有他 捷運載運量也因為疫情大幅降低 像板南縣過去離封是七到八分鐘一般 疫情期間變成八到十分鐘一般 不過尖峰時間仍維持原本的六分鐘就有一般 文湖縣同樣也只在離封時間做了調整 尖峰時間不變 排隊也保持社交距離 畢竟做大眾交通工具 身旁的人很難掌握是誰 又是不是確診者未知 更何況這麼急 TVB的新聞 吳居賢 譚英倫 台北報導